您各位好啊,我是昆仑刘石 要说这康熙皇帝啊,那是真的有不少的儿子 俗话不是说了吗,这天下爹娘啊,太好的 这儿子一多了,就有待见的,有不待见的 今天啊,咱们就来到这执郡王印枝的坟上 聊聊啊,这康熙皇帝不待见的儿子 要说这大阿个印枝啊,那也是个俊品的人物 据说呀,这大阿个的模样啊,特随他的舅舅 您不知道他舅舅是谁啊,就是那个康熙朝的大帅哥 纳兰明珠啊,再说到战功呢,那就更没得说了 咱们这执郡王啊,那是平定过台湾 两次啊,跟康熙老佛爷亲征准嘎尔 活捉,并处死了叛军的大汗,嘎尔丹 您想啊,这功绩那简直是嗨了去了呀 所以啊,早早的就被这康熙老佛爷封为了郡王 无奈呀,这大阿个呀,他是庶出,他不是敌出 在清初的时候啊,这个满洲的皇帝啊 还老想效仿汉族,立这个嫡长子为太子 所以这执郡王印枝啊,他眼睁睁着看着皇位 没有自个儿的份儿,这时候啊,这大阿个印枝啊 他来了歪心思,一拍脑门,干脆咱们来点邪性的吧 刚才,就在这儿借责居里 大哥,私下跟朕说 要朕杀了印人 他说,如果朕害怕担杀子的恶名 他可以动这个手,出去庆腹之忧 孟子云,设计为众君为亲,儿臣这样说,完全是 像你这般无情无义,飞扬浮躁,权力薰金的蠢猪 居然也想当太子 还什么设计为众君为亲 那你干脆一刀,把朕这个军事啊 你马上可以登机 今天晚上,你看见二哥疯疯傻傻,神志不清 大哥,你有何感想 我,我怎么知道 你知道 二哥神志不清,就是你干的好事 你,你这是血口喷人 你这是血口啥鬼 你接着说 大哥给他银子,给他鼓完 叫他把一个什么东西藏在二哥的枕头里 又叫他把一些什么东西埋在玉清空的墙角下面 什么,什么东西啊 写着二哥的姓名和生辰拔字的小人 啊,也真 商庭玉 臣在 既刻你指 萧继应知一切爵位 割掉所有差事 罢为庶人 送宗人府永远全剑 得,这下啊,大阿哥坏了菜了 真应了老佛爷这句话了 终身圈禁的一直至死也没给放出来 这死了也不是风光大葬 比街坊十四地允堤的这陵墓啊 整整小了一圈 而且呀,没有琉璃娃 全是小布娃 这都是个郡王弦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今儿啊,还就是个开始 打今儿起啊 咱们挨着个聊聊啊 这康熙的儿子们 我是走到哪儿啊 故事就给您讲到哪儿了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次见 这是天津市文物宝单位 这是天津市济州区立的文宝牌 这印枝的枝啊 这是当然是后来的名字了 当这个雍正继位以后啊 就把这些兄弟的名字给改了 改成允了 允支 这不念支 这念提 按他的念法就叫 执君王允提缘起来 他写错了 那可见啊 这个文宝部门的学问啊 那实在是没法说 这康熙的儿子 这全是世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